嘿,我是阿图,刚上完线下的四人小班课 赶紧来跟你分享我最新的教学设计 让我的课堂更加的活跃 而且在课堂管理上更加有节奏感 它适合小班课,也适合大班课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甚至在成人的培训里面 应该也都可以用得上 我今天上的是新课 如果老师们想要上复习课的话,应该也还可以 我用的是围棋的规则 那在课堂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会跟孩子们说 今天我们会有单独工作的时间 也有小组工作的时间 每个小组工作时间大概是三分钟 就是你不管喜不喜欢这个小组 是三分钟的时间,不可更改 我会在大屏幕上用随机分配名字的网站 打出大家所有人的名字都是公开,公正的,公平的 大家都是没有办法作弊的情况下 好,你被分配带了这个小组 那接下来呢,在这两个小组中间 谁先开始回答问题 我们就用到了围棋的猜先的规则 就是我会在屏幕上发一个问题给他们 这个问题可以是新的一个导入课的问题 也可以是一个复习的问题 这就看老师们怎么去设计这个问题了 一个人先抓一把棋子 比如说我来抓一把,或者他们小组中的一个组来抓一把 另外一个组呢,就拿另外一种颜色的子哈 如果他们组拿出两个子说明他猜这里是双数个数的白子 如果他拿出一颗子就说明他猜的这里是单数的白子 我们来看一下哈 在进行这个猜先的时候 其实双方都是不说话的 所以课堂会非常的安静 而且有一点点刺激和紧张 我们来看一下 每次我们只要把两颗子往前放就好了 好,这个是双数 如果他们猜对了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黑子先在围棋里面黑先白后哈 达到黑子的老祖他们可以先来车轮站的走发 刚才给出的这个问题 他们在经过讨论啊搜索啊 各种方法找到一些答案以后 他们会有个答案的列表 那他们就开始先说第一个答案 他们说过的答案 白子的这个组他必须要听清楚 第一组说完给一个子 第二组说完给一个子 如果第二组说的答案 第一组已经说过了 那么我们触发了围棋里的第二个规则 就叫放弃一手 他们放弃了他们答题的这个机会 如果这个时候黑方出现的一样的错误 那我们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因为大家一轮一轮在车轮站说一些答案 总会有说完的时候 但是因为双方都不想认输 所以只要出现双方都放弃一手就结束 当然双方也可以提前说认输 就结束 那每回答一个题目就给一个token 一个代币 我是用围棋来代表的 因为我们毕竟就是用围棋的规则嘛 老师们可以用其他的代币来表示哈 如果有的组他会说一些垃圾话 或者说你让我想想就是已经轮到他们了 他还要去想一想或者去查一查 从这个机制上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发了下一个围棋对弈时候的规则 叫做数秒 就是倒计时哈 这个老师们可以自己自行商量啊 我当时用的是三秒 现在好到你了答案没有出来 好我们倒数三秒 如果你们组数秒数了三次 那好的第三次数秒结束 那你们组就算放弃一手 或者说算结束了这个游戏了 那我们最后看每个组他的token是多少 活动设计呢 让孩子们更加去关注他们要去找的这个答案是什么 或者他们小组协作的时候更加关注这件事 而不是关注人 我要跟谁一起 因为我们有一个计时的机制 所以他们会在短时间内高效专注 然后在说答案的时候又会很关注对方说了什么 所以对于个人作战和团队作战来说 围棋的很多规则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的 好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阿图奇奇怪怪的教学设计的话 那就请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